北荣的家属代表唐美娜呼吁中央必须出面来负责接下来的医疗等等问题 而网友另一方面是肉搜唐美娜 只说他住的地方是地宝 喝的是十几万的洋酒 不过对此唐美娜是全盘否认 他说他名下只有40年的老公寓 不排除要提高 新北市府13号在台北荣总举行第一场家属说明会 北荣家属代表唐美娜呼吁中央出面负责 就是这番话让网友购买肉搜唐美娜 网友从唐美娜的脸书照片 质疑他住地宝喝十几万洋酒 为什么儿子承报后续的照护要求全民买单 那是2013年贾三民建设公司为了要推台中地宝这个检案 请我去办活动 然后我是活动计划跟主持人 那是我的工作 那并不是所谓我是地宝的住户 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是一个40年的公寓房子 唐美娜强调他名下只有天母的40年老公寓 而且还有一千五百万元房贷 不过网友不满声浪高涨 甚至还全力反唐美娜粉丝团 网友一片踏伐说 捐血捐钱看到受害家属那么贪心 真以为全台湾人民都欠你们吗 甚至还把唐美娜跟儿子跑趴照片也都po了出来 引发争议后唐美娜关闭了脸书 对于网友抹黑以及引用不实传闻者 已经求助新北市府不排除提告 发现陈报的伤患还在跟死神拔河 却因为后续医疗费用问题 牵扯出意外插去 记者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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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 好 好 感谢观看